各位朋友大家好 1976年9月8号的一大早呢 江青来到已经病危的毛泽东房间呢 说毛在一个位置上呢躺得太久了 要给毛翻一下身 值班的医生呢不同意 但是江青坚持要把毛从左侧翻向右侧 结果毛泽东翻身之后 整个脸呢变成了青紫色 呼吸呢都停顿了 仅仅在一天之后呢 也就是9月9号零时时分呢 毛泽东终于去见了马克思 结束了他作恶多端 但是呢也多姿多彩的一生 这个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 3000里的狂妄之徒 不要说没有活到200岁 你100岁也还远着呢 他只是活了不到83岁就跪天了 那么江青为什么要为毛翻身呢 难道真的像后来张玉凤所揭发的 说江青希望毛泽东找死 乘着毛意识不清命在旦夕来折腾他呢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 与江青的夫妻关系算不上融洽 但是要说江青谋杀亲夫 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即使不要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就是毛泽东长期建立起来的威严 给江青一万个胆 他也冒犯不起病重的毛泽东 应该说他也像张玉凤一样 只是呢出于想帮毛舒服一点 敬一敬妻子的义务而已 问题是江青也像张玉凤一样 都不知道照顾病重的人 也是需要专业知识 是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 不听医生的指令 反而一定要亲自瞎指挥瞎部署 张玉凤和江青两个人 其实都是毛泽东提早死亡的加速师 毛泽东去见到马克思 张玉凤虽然并不会像一般被洗脑的 中国老百姓一样如山考彼 但是呢他也有他的理由伤心欲绝 据说当时毛泽东厌弃之后呢 他的身边人呢一起为他送终 张玉凤和江青呢跪在毛泽东的身旁呢 呼天抢地 张玉凤伤心的嚎哭着说 主席你走了 我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江青劝他说 小张不要哭 不要紧 有我了 以后我用你 张玉凤听了后停止了嚎哭 对江说 江青同志 谢谢您 不用说张玉凤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出路 他除了能够听懂毛泽东病重期间 含混不清的说话 算是他独特的一级之长之外呢 就没有其他的专场了 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啊 完全就是一架你死我活的大型的绞肉鸡 张玉凤呢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然呢 也要面对这个绞肉鸡的绞杀 怎么样才能在中南海的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呢 他的荣华富贵是否能够保得住呢 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所以张玉凤悲从中来大声嚎哭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现在江青表态愿意用他 他当然要松了一口气了 说起来也很令人感慨 像当年呢 青春无敌的张玉凤 把毛泽东从江青的身边抢走了 江青每天呢 晚上都只能是独对空床 甚至呢 后来要连见毛泽东一面呢 都很困难 可以说 那个时候啊 江青绝对是全世界最恨张玉凤的人 并且呢 还曾经对张玉凤恶言相向 只不过是在这个无力回天之后 他得到了高人指点 江青呢 才一改原来的这个恶劣态度啊 甚至是愚尊降贵 这个正房妻子洪朝皇后呢 还开始巴结起陪床的小三张玉凤呢 这个呢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已经提到就不重复了 可笑的是 也许是他们之间共有一个男人 毛泽东 在这个男人作为纽带的情况下 一来二去 江青和张玉凤 后来不仅是静气前嫌 居然还成了不话不说的好朋友 两个人之间三十岁的年龄差异呢 也没有什么代沟 到了后来 张玉凤差不多还成了江青的政治同盟 为了江青呢 对付政敌 向毛泽东吹枕头风 包括多次向毛状告付出的 邓小平的黑状 说邓小平的坏话 不过 即使是江青向张玉凤示好 要用他 加上张玉凤作为毛泽东 寄要秘书的身份 却没有被当时的 华国锋等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呢 劫了 在毛泽东风光大战的时候 张玉凤既不能作为党政领导 也不能作为了毛泽东的家属呢 来向毛泽东致意 而只能呢 是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和一般的护士 以及卫士等呢 向毛的遗体告别 但是这不表示张玉凤已经没有价值 而江青之所以表态今后要用张玉凤 就是知道张呢 当时是无价值宝 因为啊 他掌管着接下来中共政治内斗中的呢 致命武器 那张玉凤掌管的是什么样的致命武器呢 作为啊 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啊 张玉凤 他掌管着毛泽东诗人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 在这个保险柜里 不仅有着毛泽东的十几本诗人存折 里面呢 有着天文数字的存款 更加令人垂涎的是 保险柜里啊 所着中共最机密的材料 包含了是中共建政以来 中央政治局以上干部 写给毛泽东的各式各样的 像检讨书啦 保证书啦 认罪书啦 还有各式各样的 像检举性啦 告密性啦 求饶性啦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谁掌握了这批特级机密 谁就有了置对方于死地的 政治杀手锏 谁就有了控制 党政军领导人的权力 问题是不只是江青 知道张玉凤的价值 其他像华国锋汪东兴等人 也清楚知道张玉凤的价值 尤其是汪东兴 长期啊 作为毛泽东的这个大类总管 对毛泽东保险柜中的材料的价值啊 那更是一清二楚 他知道谁掌握了保险柜 谁就可能在毛死之后 接下来的政治斗争当中啊 获胜 而汪东兴与江青呢 早就有过节 差不多是你死我活的对头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 李治水的回应录中 就多次提到汪东兴说 会在十大的时候 动用武力扳倒江青 事实上 作为张玉凤的顶头上司 汪东兴抢先江青一步 在毛泽东进入病危之后 就已经向张玉凤施压 要他保管好毛的一切 因为毛的所有东西啊 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 可惜张玉凤这个小丫鬟 虽然跟了毛十多年 但是完全没有学到毛的政治手腕 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当时在政治斗争当中啊 他的分量 在金夫子所写的 《毛泽东的女人们》一书中 也讲到了争夺毛泽东保险柜的事 大致的经过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 闹事的是江青 因为他心有数 起码他有两样 能够引祸上身的材料 所在毛的私人保险柜里 一个呢 是1974年下半年呢 他给党中央主席 以及呢 政治局所写的 关于不搞四人帮 和上海帮的书面检讨 一个是呢 1975年10月 毛泽东的特务头子 康生呢 在临死之前呢 向毛泽东告发江青 在历史上 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死了没多久 江青呢 就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 要求了清理毛泽东的私人财物 当面呢 向张玉凤 索取保险柜的钥匙 及密码 当然 他不只是呢 为着 自己有关的这两份材料而来 他更想得到的呢 是他的政治对头们的 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不料张玉凤啊 对他说 毛留下来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要清理 也要由华国锋批准 由党中央行文 派中央办公厅保密局的人来进行 张玉凤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好像忘了他和江青之前是同盟关系 江青那是大为光火 但是呢 却不能发作 只好打电话呢 找到党主席华国锋 要华国锋下令 让张玉凤呢 交出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 于是呢 张玉凤到了另一间房里呢 去跟这个华国锋通话 告诉华 毛泽东保险柜内的材料 如果邪漏出去啊 那会是后果严重 华国锋于是再跟江青通话 说啊 毛的财物啊 一律呢 交由中央保密局处理 任何人呢 都无权索取 他还讲调 这个是党的纪律 江青在无赖之下呢 最后只能是恨恨而去 没过多久 10月6号的大清早 江青这个红朝女皇 以及他的同党 就被由汪东兴控制的中央警卫局啊 一网打尽 成了中南海政变的失败者 可笑 毛泽东这个打下了天下的开国之军 在死后不到一个月 连自己老婆的人身自由都保护不了 成为天大的笑话 反点中国历朝历代 哪有开国之军 有这样窝囊的呢 一个也没有 说回张玉凤 毛泽东归天之后 他与江青呢 就翻脸了 不把毛泽东的绝密材料呢 交给江青 并不是他真的一心为党什么的 事实上 张玉凤在毛泽东死后呢 私自还缠了不少秘密的答案 根据香港杂志真明 2004年的一个报道 中央档案局之前呢 发现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 缺失了93件 揭发出啊 张玉凤汪东兴的失常 22件毛泽东答案的惊天大案 在中央派行动组 突击查访之下呢 这个张玉凤和汪东兴 才交出了各自 失常近30年的绝密答案 报道说啊 张玉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说啊 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呢 华国锋 汪东兴呢 召见他说啊 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 他的有关讲话了 指示的档案呢 教你保管 要以生命来保管好 没有话和汪的同意呢 不能动 汪东兴还提出要审查一下呢 档案有否外泄 有否缺少 张玉凤就把档案资料 给了汪东兴22份 过了一周 汪退还给张了19份 他说啊 另外三份呢 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查 大约过了两周 张问汪 那什么时候交汇那三份档案呢 汪回答说啊 已经交给华国锋 你不要过问了 汪东兴并要这个张玉凤 有思想准备 交代了这个和四人帮 老远新等人的关系 从张玉凤的回忆呢 可以见到 金福子对当年档案争夺战的了解呢 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呢 有所根据的 再说汪东兴与华国锋一起发动了这个中南海政变 抓捕了四人帮之后呢 由于汪东兴与张玉凤之间内心联的关系啊 也很紧张 加上张玉凤了解的机密态度啊 在张玉凤向中央保密局 交出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之后呢 就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基要秘书的这个职务 不久之后呢 又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呢 把他来悄悄的安排到上海的一座 与世隔绝的小院子里去 形同软禁一样 不仅仅是软禁呢 当局还要张玉凤检举揭发江青迫害毛主席的这个罪行 包括某年某月某日江青吵着要毛的要死 某年某月某日又吵着要分稿费 把毛呢气得不得了 某年某月某日呢 江青不顾医生的反对了 硬要给不能翻身的毛翻个身 结果呢 促使毛心动过树 面色执掌 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呢 当时都坦而皇之的 加上了中共中央签发的红头文件 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 到了1980年的秋天 为了公审王洪文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这个需要 张玉凤啊又被悄悄的接回了北京 参与了揭发江青等人的罪行 作为证人 张玉凤还出席了公审大会 可能是张玉凤觉得自己检举揭发江青四人帮有功 这个时候的他天真的认为江青呢 已经被打倒成了罪犯 他跟了毛泽东十多年 是毛泽东事实上的女人 毛泽东正式夫人的身份呢 应该归他 他就乘着当局审判江青等人的机会呢 要求党中央归他自己 以及他和毛的师生子张篮子等证明 他给党中央还打了三次报告 并且呢 要求中央的负责人接见他 当时华国锋的主席位置呢 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党政军大权呢 已全部落入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手中 这件事报告给邓小平 邓小平发话说啊 这类人太多了 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啊 萧玉凤啊 不要开这个力 胡莫若同志过世之后呢 也有许多女子啊 领了孩子来提要求 统统不能承认 张玉凤不知道 在1976年初邓小平再度被打倒 所谓反击右倾方案风的时候 就有他张玉凤在毛泽东前吹枕头风的因素 所以啊 他早就与邓小平接了仇 现在他想为自己和张篮子证明 邓小平怎么可能会答应他的要求呢 根据金夫子毛泽东的女人们一书中写道 倒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是个有人情味的人 觉得张玉凤跟了毛泽东十多年 那是有默共睹 党中央呢 应该跟张玉凤谈一谈 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 胡耀邦就安排他的好友 当时呢 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冯文斌 代表党中央呢 去找张玉凤个别谈话 张玉凤当时才367岁 风韵游存 冯文斌年轻的时候呢 本是个风流才子 见到张玉凤一副无依无靠 哀气动人的交态呢 不由露出了风流才子的本色 拔起了霸占张玉凤的心思 冯文斌手中大权在握 又知道怎样威逼利诱 而张玉凤又有求于人 加上了善解风情 两个人谈到后来 居然就搂在一起 成了好事 年约70岁的老头子冯文斌 在满足了自己巨大的好奇心 过了一把伟大领袖 过过的瘾之后呢 却又后悔了 因为呢 他要把这个张玉凤扶政 改为毛泽东的正式妻子啊 那是牵涉到方方面面 一方面他根本就做不了主嘛 另外 即使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呢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呢 这就苦了张玉凤了 当时呢 他迟迟住在敬畏僧严的这个中央办公厅的小招待所里 一等啊 就是三个月 却始终呢 都不见这个冯主任露面 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还能够通电话 后来电话都打不通了 张玉凤啊 这才晓得自己呢 是上当受骗了 愤怒之下 他呢 就给这个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首长写了一封上述信 执名道姓 如实的反映了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斌 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来玩弄了自己 胡耀邦看了信之后 那气得是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来 他把冯文斌大骂一通 然后呢 撤了冯文斌的中办主任一职 把他来调去中央党校任副校长 不久后去世 享年69岁 当时中南海内还悄悄流传着一则笑话 说毛泽东的阴魂不散 冥冥之中还守护着他的爱及 谁触犯了张维凤的金玉之区 逼定提前去见马克思 金夫子的小说当中的这个说话呢 当然不能尽兴 关于冯文斌呢 金夫子虽然听了中南海的笑话 就不是那么准确 事实上冯文斌到1997年才去世 活了86岁才死 并不是呢 在80年代初就被毛给克死了 另外冯当时呢 也不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而是呢 第一副主任 倒是冯文斌也不是无名之辈 的确呢 是活要帮的人马 要编排他当时风险 其实呢还挺不小的 因此啊 冯与张维凤的这个风流运势 可信度呢 还是蛮高的 而根据事后的这个发展呢 我们不排除这个中南海笑话 是当时呢 这个活要帮党中共中央啊 为了这个敷衍对付张维凤呢 并且保护冯文斌呢 而故意放风出来的 当然中共呢 也一直没有为张维凤呢 和他的孩子呢 证明 不管怎么说 张维凤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呢 毕竟曾经是中南海的半个主人 自然有他的价值 根据官方记录 张维凤在离开中南海后呢 曾经被安排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 后来在他要求之下呢 调会了铁道部 在退休之前 是铁道部老干部局的主级干部 另外张维凤和汪东兴等人呢 还担任顾问 参与了由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编写在1996年出版的 《毛泽东遗物试点》一书 他还参与了1997年至1999年 编券发行的 24卷的毛泽东藏书工作 不仅如此啊 在全民下海经商的年代 张维凤还做了一回朝人 成了北京毛家菜馆的这个董事长 成了这个毛氏红烧肉的代言人 如今年近80岁的张维凤 从前些年他抛头露面 出席公开活动的图片呢 可以看到他保养的还相当不错 经常呢接受访问 不过就像人们说的 白头宫女在闲座说玄中 他讲的当然都是一些 毛泽东的晚年仪式 多数呢都是为毛涂子抹粉的套化 是一些维护中共政治正确的光化 并没有多少实在的内容 没有什么历史价值 这个白头宫女经过时间的沉淀 曾经是他眼中普通人一个的毛泽东 一跃而成了他心目当中的真神 而他呢则是在尽全力的维护毛泽东这尊神 根据张玉凤在一次受访中说 他呢在退休之后 还专门拜了一个老师 学习书法 一周呢去几次书法班 风雨浮足 张玉凤说 学写字就是因为喜欢 其实张玉凤根本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来练习毛史书法 以纪念毛泽东 怀念这个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老男人 毛泽东之史带走了一个时代 然而毛的英魂不散 至今呢仍然在中国的上空游荡 不仅呢 还有张玉凤这个白头宫女为毛泽东招魂 也还有像呢习近平这些 当年在毛时代成长的红卫兵一代 一心呢要想把这个中国 拉回毛时代的铁血政治之中 习近平像张玉凤一样 只接受了正式的小学教育 但是就对毛的统治方式情有独钟 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 楚楚学习矛盾了一套 不仅在整数异己方面 如出一辙 就是搞个人崇拜 也是照办昨晚 更恐怖的是 他要搞终身制 而且啊他这个在用人方面呢 习近平也像毛泽东一样 只会使用呢 不如他的人 忠于他的人 像现在的中共政治局 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 是功农兵学院出身 估计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一样 都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 个人素质很差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在他的身边 是不是也有像张玉凤这样的人存在呢 是不是也在用他的方法 在影响中国的政治呢 就算现在习近平还没有 但是呢 他要搞终身制 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人物 习近平的年龄也开始步入老年 身体也不是很健康 我们希望有张玉凤啊 这样的人 可以呢 成为他死亡的加速师 张玉凤的传奇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